哈囉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婆 啊沒錯看到這個我四季都來了啊 OK今天就跟之前承諾各位的一樣 我要用馬馬帶著後輩們一起 趕翻死圖 薩克的影片 乃相思義 偶旗滿滿 薩克的攻略 圖文立貌 簡單二要 影片開始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打開神奇小鈴鐺 這樣薩嫂和馬馬滿滿的祝福 就會讓各位團長歐氣滿滿喲 好的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以下是我使用的隊伍 推薦給所有不認識 或是不知道馬馬的各位 由於全新的天賦系統上限 賦予了馬馬異常強大的減傷能力 和大量的面板加成 大家可以看到 天賦越往下走 馬馬能夠對精英敵人和BOSS的減傷能力就越強 非常的彈 再加上馬馬是一位阿角 天賦需要的素材和空白記憶體 又少又便宜 雖然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會把這些資源投資在神上原理 或是其他SSR業務經理上 告訴各位 因為愛啊好不好 這次的活動 由於使徒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而且有凡人的AT立場 要造傷前必須先打破AT立場 在那之前你的隊伍就會吃到不少戰損 因此減傷能力在這次活動變得大放一彩 馬馬本身自帶全隊5%的被動減傷 大絕開下去後全隊會來到19%的減傷光環 這時再搭配學妹沙維奇的藍盾 全隊伍總共可以有59%的減傷 等於直接將敵人的傷害削減至一半 非常有感 這邊建議一定要讓馬馬攜帶怪羽仙丹槍 這樣才可以加速他的回能 讓你幾乎可以無間斷的 常駐全隊19%的減傷 推薦怪羽仙丹的原因是 這樣馬馬就可以用他良好的體質 在前面吸引使徒的攻擊力 幫後方的輸出 爭取更多的輸出空間 而沙維奇的藍盾也很重要 由於沙維奇不能陣亡 必須讓全隊常駐藍盾 此時台服限定的武器 懷特火箭炮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薩克測試過 搭配懷特火箭炮的沙維奇 不到10秒就可以充滿一次大絕了 讓全隊常駐藍盾 如果你沒有懷特火箭炮 則推薦攜帶A6附門的軍火槍 最後才考慮怪羽仙丹槍 主要打手推薦使用明日槍 這邊薩克建議如果有抽中明日槍的玩家 強烈建議購買98貿易券的禮包 將明日槍升級到五星 並點高明日槍的技能 明日槍是這個隊伍最主要的輸出 3號技能的破盾能力和大絕 施放完後的亢奮狀態 就是你能戰勝使徒的關鍵 補償送的天賦支援點數 也建議全數投資在明日槍的天賦數當中 開啟明日槍可以降低冷卻常駐亢奮的增傷能力 如果沒有明日槍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真士 真士的大絕可以無視使徒的AT一場 給予持續性的燒傷能力 最多可以疊三層 也很厲害 不過真士AUTO會比手動還要弱 所以使用真士的玩家在操作上 就會需要講究一些 最後就是殭屍妹 最適合這個陣容的補師就是殭屍妹 他是唯一一隻能夠在短時間內 不間斷的拉高隊伍血量的補師 是全隊可以活下來的關鍵之一 其他補師諸如天鷹、紫羅蘭 都有補血的空窗期 對隊伍平均練度不及大佬的玩家們 將是美式唯一的首選 建議各位可以攜帶減傷晶片 也推薦裝備有減傷詞綴的裝備 如此減傷、補師和輸出都堅固的情況下 即使戰力僅有20萬出頭 也能推過挑戰難度54萬的使徒 以及使徒來襲的困難難度 目前實測這個隊伍除了第四使徒目前還無法戰勝外 其他使徒都是綽綽有餘的 相信只要輸出的練度再提升 第四使徒有一天也會被乃滋的魅力給征服 當然如果練度低於10萬 建議還是通關困難關卡和打贏使徒來襲的簡單模式就好 不要太強求 馬馬與沙維奇一起配合的減傷能力非常強大 至於實戰表現如何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開場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小怪打我國根本完全不痛不癢啊 看我老婆勇往直前 開場不到幾秒就跟學妹相機開大 此時全隊幾乎已經常駐59%的減傷了 前面的傷害根本都不是問題 尤其他的看見 全都 stays頓不安 角度不安 額真的是 反正的 正面的 正面的 但是 沒有 點腳 反正 馬馬一個人坦在前面 完全將敵人的泡沫全部吸引 幫助後方的友軍安全輸出 第三使徒出現後直接對全隊來了一個火焰突襲 但在59%減傷的面前根本不痛不癢 由於只有一隻輸出 形同三寶一的局面 再加上薩克的明日香還未滿足 甚至沒有任何的異端化 因此全隊的傷害還是越血不足 這次全隊的血量變成 第二我先選擇使用迴避模式 讓隊伍可以少吃死活地點傷害 讓殭屍妹有更多時間可以幫隊伍回血 大家不要害怕 即使血量低於30%左右 但請大家看到後面的奇蹟會發生的 其實不一樣的 靠著59%的減傷和殭屍妹人每秒%速回血 全隊的血量是拉的回來掉到 多虧了 懷特火箭炮和怪羽線彈槍 馬馬和沙維奇的大疊幾乎都是常駐的 完全不用怕被消失 出現的中央大疑忽悦 墜的磁痕 墜的放置 兵器的大疑忽悦 敵兵器的数 那些人都要先起見了 很難以下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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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的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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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開了 就這樣靠著噁心的59%減傷和僵屍妹的補血 搭配迷迷象的傷害 使徒就這樣被消滅了 誰說媽媽不能上戰場了 只要天賦點起來輸出夠給力 媽媽也是能夠幫隊伍在高壓的環境下提供良好的抗壓性 期待將來可以再用媽媽開發各種套路 也期待媽媽之後的專用天賦能將以前媽媽群體回血時裝回來 我是薩克,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 我婆真香